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吃饭吗 你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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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吗 你吃了吗 看去 它字面意义就是牵手的意思 它后来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妻子的意思 我们常会说冲凉 冲凉 冲凉呢其实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洗澡 混击 它的意思就是说有点捣乱 给我添麻烦的意思 东北话里面如果表达喜欢的话我们会说稀罕 普通话里说蹲下 我们四川话就说哭到 就我们在马来西亚说中文会比较多用一些语助词 就比如说你吃饱了吗 我吃饱了啦 我们在表达什么的时候会说咪 你吃了什么都会说你是中咪啊 东北话可能表现出一种非常好气 非常直接的一个状态 别人问别人他正在做什么 可能就问干啥呢 我觉得可能很多四川人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他的呢呢不分 就是我也分不太清楚 北京特别注重的是门 这个发音能不能加耳化音 像前门这种非常大的门 它是不能加耳化音的 小的门西直门东直门 这种就可以加耳化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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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